你看他屁股多好看 哎好立体啊 你提好看了我回家抱你好不好 这梯子多高 他要下来哎呀妈呀自己下了一格了 我们狗来剃毛了 他不剃 因为他的毛太软了 没法剃 回家洗洗就行了 怎么这么不淡定呢 咱一老狗了这么不淡定 他们一会儿剃完毛就上来了 那楼梯好陡掉下去怎么办 就在这儿等着 看小九上来了 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王可爱啊 他就在这儿慌的走啊 直到他俩在下面 上来了吧看看 真的是歪的我跟你说我帮我看腿 摄抄左歪 哎呀好看好看 好看了漂亮了 别叔叔叔叔可严肃了 哈哈哈哈 先给扎着你 过来 花生 要吃人家的花生 坐着太冷了 烤烤酒 我们家吃的洋气 但是他长得挺圆的 挺胖胖的 哎他还瘦了 好可爱 看他上面冰了一次 一个十二岁的老狗 哎他长得挺漂亮的 这个毛 你乖乖的等月月啊 是吧 你看他在吹毛毛了 应该好了 小眼神 他小眼神 他小眼神 吓的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不叫了 不行了不行了 观战的这是个 小九是个观战的 啊啊 小咬鼻子 他不凶小九 他就凶可爱 哎 哎 小九反正是 我跟谁都自来熟 我跟谁都自来熟啊 我就真奇怪 你看王可爱 最后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个躲起来 他就 他就不叫了 不凶了 哈哈你就在这里面玩啊 你看我们这个王六月啊 脾气贼的 然后他这个 今天带他去剪毛 老师那家医生看了一下 这个留着 去年我给他割了一次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然后今年又长了 这个位置 他这肚皮上还有小的 有线的 嗯 这里 就有黄豆这么大的这种 医生说他年纪大了 假如不影响啥就不割了 即使不好你割了 也没多大意 怕从手术台上下不来 咋整 所以我就说养这个小动物 揪心 他也有病啊 你揪心 跟养孩子一样 嗯 你说是不是他脾气太暴躁 爱生气 引起的 跟女人一样 是不是奶喝多了 就相当于是不是 里面的瓷激素 太高了 要是每年都割的话 感觉这小狗身体也受不了 毕竟年纪摆在这了 9岁10岁了 还洗脸呢 哎呀 这养个小动物干嘛 养个小动物心里好疼啊 看他生病好可怜 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女人要进行 不要发脾气 你看你刚才发脾气吓死了 你看我俩好啊 你看我俩好啊 嘿嘿 王绿月被胁迫了 王绿月你要是被绑架了 就咋大眼 被夭胁了 被胁迫了 绑架了 咦 心疼 动个手术上元气啊 本来也可以多活几年的小狗 小时候还得过一次什么细小 给他打了五天那个针 打钓 打了五天 然后医生专门嘱咐 你听我说呀 医生专门嘱咐说 你回家不要喂那个 不要喂水 什么都不要喂啊 什么什么的药也别喂 就打针就行了 结果 我们家王老大 别听医生的 他说的 他回家也给喂了药 自己在药店搞的人吃的药 少喂了点 然后也喂了水的 几天以后好了 也不知道是真打好了的 还是 还是我们家王老大 要为好的 王立月真是多灾多难的 王立月 他说了 如果我走了 谁来陪养药 养小狗吧 跟养别的小动物还不一样 小狗每天 你这么在怀里抱着 就跟自家小孩一样 那心里 要生个病啥的 那心里难受的 像王老大养的鱼 你瞧瞧 挂了就挂了 王老大养的鱼吧 一停电 一晚上缺氧 全部死了一缸 我看他没也没难受 直接整个塑料袋一装扔 都拿着铜里去了 最搞笑 我觉得养鱼还好点 感觉付出的感情少一些 王立月 你只要这个肚子上的包包呢 你不长 空着在这儿就行 能吃能喝 只能说 再长大了 如果长得太大了 要破皮了 我们就给它割了去 只能怎么办